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對廣州來說,我想首先應該落實依法治史 日前廣州就五禁電動車徵求意見,遭到了廣泛的質疑 地方政府這麼受符合國家規定的一種商品,究竟算不算合法行為呢? 王嘉莉跟你說一下 電動車本來是代步的工具 但是在廣州改裝過的電動車就被用作為運輸工具 還衍生出不少安全和管理問題 為此,廣州針對電動車設置了五禁 即是禁售、禁油、禁行、禁停和禁城 但是其中禁售引來了法律層面的爭議 國家層面法規沒有授權任何一個地方政府 去有權去制定限制某一個商品在一個區域進行銷售 相應的法律規定 五類車,它存在的狀況主要就是很多不上牌 所以我認為它在執法的合法性上的問題不大 日前,廣州市公開掙扎了18名聽證代表 將對電動車的禁售問題舉行立法聽證 宋如亮認為,除了解決合法性依據之外 電動車始終關係到普通市民的出行和營生 禁與不禁,不能夠是一刀切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這五類車很多用的都是一般的民眾 他們很多是為了生存在用的 第二點來講,老百姓也要知道你開的這個車造成的危害 給社會秩序帶來的損害 政府在這一塊一定要有積極的作為 宋如亮又認為,一刀切緊禁行和禁售電動車 未必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他建議政府應該嚴格管理和執法規範電動車的出行 這樣才可以同時兼顧電動車使用者和老人的利益 廣東台記者,黃嘉莉報導 18屆四中全會提出來要健全依法決策的機制 要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 合法性的審查集體討論決定 作為一個重大行政決策的法定程序 要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的審查機制 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的制度 換句話說,決策一定要課學 不可以再出現這種情況 決策的時候領導拍腦袋 執行的時候拍胸口 但是出了事就拍拍屁股走入 廣州禁售電動車 究竟法律依據是在哪裏 希望可以給公眾一個交代